格林芬老少通吃,大十五岁女友为他产子救联西蒙斯的前女友也拿下很多篮球迷。 对于格里芬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陌生,前几年在快船和保罗搭档的时候曝光度还是很高的,他的外号被称为白魔兽,因为他劲爆的扣篮,曾经震惊了整个联盟,他让世人相信白人也能飞,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可以算作是高开低走。 他是2009年的壮远秀,新秀的整个赛季都报销,2010年他在报销后的新秀赛季就得到了场均20加10加3的完美数据,这让外界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,在跟保罗搭档的期间,他劲爆的扣篮还是给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不过保罗离开之后,他的表现越来越差,快船尝试给他无限开火拳,不过事实证明他成不了超级巨星,其实他没落的原因离不开此生活的不节制。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,身为壮年狼,拥有出色的身体素质和大把的美超,格里芬身边当然不缺美女,有美国媒体就粗略算不从。 他09年进入联盟至今交往的女友不止十位,其中不乏大学生、模特、网红、歌手等等,但是有几位却比较特殊。 第一位,布林卡梅伦,他已曾经是所在大学女男校队的绝对主力,身材高挑、性感,长得也很漂亮,和白魔兽交往,的时候他已经快40岁了,比他大了大概15岁,在和格里芬交往之前,已经有过婚姻经历。 2013年卡梅伦环,为他产下一子,不久之后两人感情破裂,曾为了孩子的抚养问题,双方不惜对付公堂。 第二位,凯特·阿普顿,他是一名模特,在美国很受欢迎,眼中很多美国男人是女神级别的存在,凯特在2012年在美国某男性网站,评选出的99名世界最性感女人中,位列第二名, 可见他的魅力有多大,不过很可惜,两人在一起没多久也分手了。 第三位,这位大家比较熟悉,他就是来自著名的恰戴山家族,恰戴山四妹肯达尔詹娜,这一下让格林芬在NBA多了好多联金,比如奥多姆、哈登、TT等。 这段感情还是没能维持多久,双分手的原因是格林芬脚踏多指船。 第四位,2018年7月,格林芬又获得了一位美女的芳心,她的名字叫做弗朗西斯卡艾洛,是一个时尚内衣品牌的老板,身材好,长得漂亮,又拥有大把的钞票,真是女神级的人物。 之前还传出格林芬跟76人新星本西蒙斯的前女友Tenash有一个非文,不得不感叹,白魔兽格林芬的花心程度,一点不亚于魔兽霍华德,如果她把心思放在篮球上估计也不至于被快传交易。